大家好 我是张大梅来赶海螺 现在潮水的话还在退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今天能剪点啥 走啊 这是刚吞完潮出现的皮皮虾老弟 这整个给它晒晕了 这是一个勤劳的腊罗 可能是长得太胖了 所以它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没看见你瘦啊 哎呀你看这肉 Come on baby 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海蜈蚣已经在吃这个 望远罗 你看它出来了 我刚看到就是有一个海蜈蚣 在吃它这边这个肉 已经被啃了一口 就太惨了 下面也是的 哇 下面也是海蜈蚣啊 我的妈呀 天哪 那是不是起鸡皮疙瘩 我来拯救你吗 Come on baby 完了 它是整个就晒熟了吗 肉直接出来了 是什么情况 熟了 晒熟 上面上半部分晒熟 下半部分是生的 这真不怪我 天哪 这么小的一个轨迹能是啥东西呢 我们要顺着它的头 然后到这个位置给它找一下 哎呀妈呀 一个小泥鲁 转了一个圆圈 这太黑了 这个你看 一丢丢的 给你放了啊 就剩这个小壳了 哎呦呦呦呦呦 这可以哦 这运动可以 直接杀就握起来了 滑盖线 还是一个工的 稍有点小 现在的话不是特别肥 就是小水线子 走吧 我看到这个洞就想到了一个东西 不知道猜的是不是正确 哎呦 妈呀这边 这叫一十二鸟吗 海豆芽 果然是海豆芽 哎呦呦呦呦 这边就是沙没有水啊 它跑的就比较慢了 它就跑不起来了 直接一十二鸟 哎呦 好漂亮 绿油油的 这个真的会上瘾的 哇这个大 上次有的朋友说 海豆芽能不能吃 呃 它是可以吃的 做爆炒很好吃 然后它这个根 就海豆芽这个根是可以吃的 细细的长根是可以吃 它的头里面的肉也是可以吃的 它其实名字的话是植物 其实它是一个动物 真的很好吃 很鲜的 哇这个大呦 这边是一窝的啊 大家能看到吗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今天就挖海豆芽 哈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海鲜就这样 你看到今天在这地方 明天来的时候它就没有了 开盖吧 这就是一种缘分在 而且这个好蛙 不带水的话 它就不怎么跑 你看一个 哇塞 这个长 这个比我脚大很多了 这个 瞬间五个 起火 开始颤起来 往哪里跑 往哪里跑 一二三起来 哇塞 这个好长啊 完了出不去了 完了太上瘾了 然后潮水都已经长到屁股这边了 赶紧走 不然就出不去了 真出不去了 走了 快点 哈 哈 小叶 哈 你还快起 还快起 他在楼上街头 水脚 放上水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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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姜片 把鱼胶放在上面 蒸十分钟 放入葱姜 加点料酒 把蒸好的鱼胶放在里面 这个是泡发好的样子 泡成这么大 让给它剪开 这个鱼胶 它是属于生排里面的 黄花鱼 这个吃的 它里面 胶原蛋白特别 特别高 女性吃 包括厂后的孕婦吃都特别好 现在我们用水 把里面脏东西给它洗一洗 非常的厚 这个 改刀给它切成小段 把切好的红枣放上去 放上一大块冰糖 加入凉水 盖上锅盖 煮一个小时 谢谢啊 鲜汤 鲜汤 红枣 锅盖 城 颠汤 霞黄mont 木板 条 再考译吃吧 不可以 20 是的 还有 一小时之后我们加入牛奶 我们再撒上枸杞 谢谢 哇 能背着 哇 啥啥 我赶紧喊一块 好吧 这会有点行 今天他们没很高 你一看年轻二一岁的 这要是没用 只要是没用行过 对 是好 我还以为有行过也不行 不行 这不是说的 接电视 这个调 还要卖菜 软软弄的就像果冻一样 这就有一份口 很主体的排骨 很好吃 吃了怎么那么多饭呢 吃没做饭还是吃 吃专业吃的 嗯 见了见了 咱俩熙的时候 就麻做饭吃光吃 生中这个 冰犊于皮肤切片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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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